由李中硕與韓孝舟主演的韓劇W兩個事件 自播出以來就在網路線起熱烈討論 碩士屢創佳績 也打破韓劇第八集《韻戲定律》 在第二集就斷出《情吻橋段》 第三集的收視更突破10% 以平均收視12.9% 成為隨目劇的收視率之首 和原先一直保持異味的任意依戀 形成黃金交叉 飾演神秘天才才法的李中硕 對著女主角韓孝舟一個眨眼 在電梯口發射Wink的場面 不僅直接襲擊少女星 也成功衝高收視 瞬間最高收視達16.1% 才播出到第三集 就腰身為同時段的收視冠軍 至於李中硕的好友金宇斌 和國民初戀秀智 七首演出的電視劇任意依戀 曾被視為水木劇低迷奇的收視救星 第一集就有12.5%的收視率 不過第七集全國收視為8.6% 首次疊至各位數 儘管任意依戀較早開播 但W兩個世界來勢洶洶 在韓國電視劇話題排行榜中 拿下7月份第三週的討論冠軍 目前兩部戲的收視率相差4.3% 而且差距還在持續擴大當中 在韓國電視劇話題排行榜中